第431章玉龙法师 夜福天愣了愣 看着少女满脸泪痕 有些无言 这还真是个伤感的故事 被这样一个大人物宠着 小丫头一定很幸福快乐吧 然而却死了 这便是修行的世界 再强大的人也一样会死 我的生活也变了 父亲母亲对我的态度就变了 极为严厉 不再陪我玩闹嬉笑 每日总是催促着我修行 还要让我入三大院 那破地方有什么好去的 小罗莉控诉道 夜福天愚震撼颜 三大院是荒州东律的圣地 竟然被这丫头称为破地方 少女说着 抬头看向苍穹的弯月 低声道 大伯 我想你了 夜福天便也知道 原来这少女口中的代史英雄 是她的大伯 有个如此宠溺她的长辈 却离开了 也难怪罗莉如此伤感 她没有说话 安静地坐在那 让她静一静 片刻后 罗莉忽然间转过头 看着夜福天道 我对你说这些干什么 那你知道了我的事情 是不是要告诉我 你经历了什么 懂什么悲伤 你比我幸福多了 我的父母莫名其妙地失踪 我的义父也不见了 留下未知的生世之谜 有个对我不错的老家伙 也被人抓走了 疼爱我的师姐 被家族带回去了 我女朋友也和我分开 你说我惨不惨 夜福天慢悠悠地道 少女听着愣了愣 道 好像挺惨 那你还笑得出来 生活还要继续 总要乐观面对啊 而且 我们不是还要努力 去弥补这些遗憾吗 夜福天道 她有些郁闷 自己竟然在开导小罗莉 她不是被抓来的吗 有点 犯贱啊 算了 小屁还可怜 安慰下她 谁让自己那么善良 好像也对 小罗莉点头 随后像是反应过来 声音又变得低落 道 可是 大伯却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 你要活成她希望看到的样子 开心快乐地成长 夜福天道 没想到你还挺会哄人 少女目光警惕地看着夜福天 道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漂亮 夜福天闭上眼睛 手放在额头上 现在的罗莉这么早熟吗 才屁点大 竟然想法这么多 小丫头 你是不是严重缺爱 夜福天看着罗莉道 你才缺爱 小罗莉愤怒地瞪着夜福天 看什么 没见过帅哥吗 夜福天鄙视得道 罗莉手指指向夜福天 从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随后只见她又安静了下来 笑着喊道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叔叔 夜福天跳了起来 叔叔 他有那么老吗 这简直 不能忍啊 冷静 认真就输了 夜福天心中想着 乖 叔叔叫夜福天 夜福天又坐下来笑着道 我叫龙灵儿 叔叔 像你这么不要脸的人 是怎么找到女朋友的 罗莉笑盈盈的道 他很怀疑夜福天说 女朋友和他分开是否是这原因 颜值啊 夜福天笑容灿烂 你赢了 龙灵儿感觉自己彻底败下阵来 随后走到古琴前 伤感的屈音再次传出 停 夜福天喊道 顿时秦英戛然而止 夜福天见罗莉看着自己 他心想要是让这丫头继续弹奏下去 说不定又得哭个天昏地暗 秦英是最能引发人情绪共鸣的 若是这丫头再来一次 必然又要哭成为人 要不我来弹一首琴曲给你听听 夜福天道 看来只能善良的她来解救伤心的少女了 你会 龙灵儿很怀疑 那当然 我淡得比你好听多了 夜福天严肃地说道 这丫头什么眼神 那你来 罗莉让开 依旧非常怀疑地看着夜福天 夜福天走到古琴前 她的气质仿佛为之一变 神圣宁静 月光洒落在英俊的容颜之上 她双手抚琴 指尖拨动琴弦 顿时 一首无比宁静的琴曲在她指尖流动 屈音空灵清澈 带着无比宁静之意 月夜下 顷刻歼便将人带入了一种安静祥和的气氛中 像是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月光下 随后缓缓地躺下来 沐浴着皎洁的月光 心静空灵通透 月夜喜心区 夜福天学的第一首琴曲 然而琴曲是随着弹奏之人的境界的提升而升华的 如今这首简单的琴曲在夜福天指尖弹出 虽并不需要太高超的琴意 但意境却被完美地呈现 而对于琴曲而言 意境比任何的技巧更重要 少女坐在旁边 抬头看着月光 眼神中透着宁静 越来越安心 随后她缓缓闭上了眼睛 静坐在那沉沉睡去 夜福天回过头看了一眼少女 月光下 少女睡得很安详 像个小女孩般 后面有侍女走来 轻轻地将少女抱走 琴音依旧 直到那侍女从房间中出来 夜福天才停下 谢谢 侍女对着夜福天道 巧是 夜福天不在意的道 几年来小姐一直没有从当年的事情中走出来 时常睡觉都会哭泣 脾气也很大 给你添麻烦了 侍女又道 她们都是照顾小姐多年的人了 无妨 我去休息了 夜福天开口说了声 随后便转身离开 白天的怨气此刻便算是彻底消了 不过是个可怜的小女孩 和她计较什么 不过夜福天想着忽然感觉有些不对 看着眼前这座奢华的心愿 唉 自己更可怜 第二天清晨 夜福天是被吵醒的 走出房间 夜福天便见到 萝莉龙铃儿双手插腰站在门外 愤怒地盯着她 像个瓷娃娃般 夜福天发现这萝莉生气的模样挺可爱的 很萌 干什么 夜福天懒散地问道 昨天你给我弹奏的是催眠曲 龙铃儿瞪着夜福天道 她竟然中招了 那是静心驱 夜福天无语的道 催眠曲是什么鬼 一样 谁让你把我弄睡着的 脚丫头很不爽 你自己困了便睡着了 关我何事 夜福天心想这萝莉竟然还有意见了 你 小萝莉手指指着夜福天 随后跺了跺脚 转身道 跟我走 去哪 夜福天问道 既然是琴同 当然是跟在我身边去一起学琴 龙铃儿开口说道 夜福天竟无言以对 郁闷地抬起脚步跟上对方 自己竟然还需要跟着他学琴 算了 就当做善事了 两人来到了昨天那瀑布流水前 随后乘冰雪巨龙上山 此地环境优雅 那位冯姓老者已经在此等候 见龙铃儿到来露出一抹慈祥的笑容 冯爷爷 我来学琴了 龙铃儿轻声道 好 老者点头 随后看向夜福天道 他是谁 他叫夜福天 是我的琴同 龙铃儿回应一声 老者便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要交给龙铃儿的琴曲 别人也学不会 倒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一些基础想必你早已知道 你父母应当也教过你不少 我便直接教你琴曲了 老人开口说道 好 龙铃儿轻轻点头 老人走到古琴前 那张古琴成龙形 像是由枯木所致 极为古老 又隐隐给人一种大气感 他双手抚琴 缓缓弹奏 琴音传出之时 夜福天竟感觉这不似人间琴曲 而更像是为龙儿弹奏 这 只一刹那夜福天便感觉大为震动 他以为这萝莉让他跟着来学琴 不过是班门弄斧 然而如今见到老者的琴道造 亦他才知道 什么叫不知天高地厚 此刻他只感觉天地间流动着一股无形的气流 像是一头头真龙在盘旋飞舞 发出龙语 大自在观想法很自然地运转 顿时那无形的形态变得清晰 一目震撼的画面呈现在眼前 他像是看到了许多真正的巨龙盘旋于天地之间 龙铃儿身旁的那头冰雪巨龙似乎也不安分地动了 扶摇而上 朝着老者而去 在山的后方有一道低沉的龙银声传来 叶福天只见那里出现了一头更加庞大的巨龙 那是一尊紫色巨龙 身躯比以前叶福天所见过的任何一头巨龙都要更加庞大 这头紫色巨龙也来到老者的身后盘旋而动 叶福天感觉到那其音像是一种特殊的语言 能够召唤虚幻之龙也能够召唤真正的巨龙和巨龙进行精神力的沟通交流 不仅仅是言语 仿佛他们是同类丫头龙语者天生能与龙交流 你要用心去聆听用心去感受 当你弹奏琴音之时你的精神力化作你的言语 和天地共鸣和龙产生共鸣 真正优秀的龙语者以琴音和龙化为一体 老者声音肃穆缓缓开口道唯有做到如此 方为一名真正的御龙法师 御龙法师叶福天眼神中露出一抹锋芒 一个神圣而强大的职业 御龙骑士还要更加尊贵强大的职业 眼前的老人显然是一位强大的御龙法师 而正未喜欢胡闹的罗莉 竟然也是一位年幼的御龙法师来此学习 第432章坑蒙拐骗 御龙法师需特殊的天赋 那便是龙语者天赋 叶福天站在一旁安静的聆听 发现弹奏的琴音便像是化作了龙语 和龙的精神力产生共鸣 老人弹奏之时 紫色的聚龙随琴而舞 朝前而动 竟能够口吐法术 仿佛那法术是由龙和老人共同释放 叶福天心想 御龙法师能够和龙产生共鸣 以龙之躯释放超强的法术 再加上妖龙本身强大的肉身 等同于人和龙和为一体 这的确要比龙骑士人和龙联手战斗要强不少 老人弹奏之后 龙明儿开始学习 他虽然也能简单地将琴曲弹奏完整 然而造诣境界显然差太多 始终无法和他那头冰雪巨龙产生共鸣 只是有一点的联系 差太多 不过他毕竟还小 在他这样的年龄 叶福天都还没开始修行 出生的不同 对于修行者的起步确实相差极大 这小萝莉虽然有点可怜 但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 本身就拥有御龙法师天赋 想要学习 便能够找到一位强大的御龙法师来教他 难怪敢称三大院是破地方 这普通人怎么比 老人很有耐心地叫着 萝莉也认真的学 虽说他口中说不喜欢修行 但看起来似乎也挺努力 叶福天则是很安静地待在后面 坐在一块石头上 像是不存在般 但实则每一次老人弹奏之时 他都在用心看着听着 不知不觉终便过去了数个时辰 龙灵儿终于起身道 冯爷爷 明天我再过来向您请教 好 丫头你天赋不错 需要多一点耐心 回去后多练习 老人微笑着道 嗯 龙灵儿点头 随后回头看了一眼 叶福天道 我们走吧 说着两人便踏上冰雪巨龙离开这边 腰龙背上 龙灵儿看着叶福天得意的道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大开眼界 这样的琴曲 你能听懂吗 还行 挺简单的 叶福天很淡然的道 龙灵儿眼眸凝固 恶然地看着叶福天 随后低声道 你无敌了 叶福天耸了耸肩 习惯性被误解 一连数日 叶福天都陪着龙灵儿一起学习 这丫头也在一点点的进步 两人自然免不了时常斗嘴 这一天 龙灵儿的院中 一道清脆的声响传出 龙灵儿的手掌拍在古琴边缘 郁闷的道 不学了 天赋太差了 学不会就不学了 叶福天在一旁懒散地说道 他最近比较特别喜欢打击萝莉 说得好像你能学会一样 龙灵儿鄙视道 我会啊 叶福天笑着点头 我信你 龙灵儿呵呵笑道 什么表情 叶福天郁闷的道 我要是会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龙灵儿看着他道 我想在先隔住一年 你来解决 叶福天对于此事至今耿耿于怀 他看着萝莉 心想这要求会不会太高 毕竟住一年 可是天价了 没问题 小萝莉很爽快的答应了 有些鄙视的看着叶福天 就这点出息 看到小丫头的眼神 叶福天知道自己提的要求 似乎太低了 不由得改口道 我说错了 不能反悔 你行不行 小萝莉看着叶福天道 叶福天瞪着萝莉 竟然质疑自己行不行 岂有此理 你让你的龙配合一下 叶福天走上前 龙灵儿非常怀疑的看着他 竟然还要来真的 他起身将古琴让给叶福天 随后对着冰雪巨龙道 你听他的 冰雪巨龙点头 硕大的眼眸盯着叶福天 随后 便见叶福天端坐于古琴前 手指拨动琴弦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琴音响起 宛若一道龙银般震颤于天地间 只一瞬间 龙灵儿浑身轻颤 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叶福天 这 琴音缓缓传出 像是妖龙起舞 风云突变 叶福天周身气流流动 宛若化作龙形 同时琴音伴随一股奇特的精神力冲入冰雪巨龙的脑海之中 这一刻 那头冰雪巨龙蜿着的身躯渐渐伸直 巨大的脑袋低头看着叶福天 他的脑海之中出现了一幅画面 一道身影正坐在那抚琴弹奏 有一股奇妙的意志在和他沟通交流 想要和他建立某种联系 他从这琴音意志中 竟然感觉到了一丝威胁之意 身为一尊妖王 他的智慧不低 自然感觉到了 叶福天是欲寿施 能够控制妖兽 不过 叶福天并无意控制他 琴音略显友好 像是只是希望和他建立某种联系 龙前辈能否配合下 叶福天抬头对着冰雪巨龙笑道 他笑容阳光并无恶意 妖龙轻轻点头 随后放开精神力 顿时叶福天的琴音融入的精神力 像是要和他的精神力融为一体 这一刻 他的巨大眼瞳中 脑海之中 都有叶福天的身影 冰雪距龙盘旋往上 龙灵儿抬头 吃惊地看着这一幕 随后 叶福天双手猛地在琴弦上颤动 后 一到惊天的龙吼声传出 虚空猛烈的震颤 房屋都像是震动着 龙灵儿双手捂着耳朵 一屁股坐在地上 脑海猛烈地震荡着 此龙吟 为苍山龙吟屈音 借龙之口发出 叶福天精神力收回 琴音缓缓停下 龙灵儿坐在那 目光呆呆地看着叶福天 你怎么会的 因为我不像你这么笨啊 叶福天笑着道 脚萝莉眼睛转动着 随后起身走到叶福天身边 拉着叶福天起来 叶福天见小萝莉温柔地笑着 不由得退了一步 警惕地看着他道 干什么 是出反常必有妖 小萝莉走上前一步 抱着叶福天的胳膊摇晃着 轻声道 福天哥哥 能不能教教我 你怎么学会的 这话疯 变化有些快 雕满小萝莉瞬间变成 温柔可爱的小女孩 这个有点困难 叶福天岂能如此轻易就范 福天哥哥 你就可怜下我吧 龙铃儿眼泪已经在眼眶中转动 人生如戏 叶福天心中暗道 随后开口 想忽悠我 小萝莉眼泪瞬间消失 松开抱着叶福天胳膊的手 咬牙道 你不是想要住仙格吗 你要能教会我 仙格 我买下来送你 叶福天愣了几秒 随后看着小萝莉道 你以为我是那种人 小萝莉瞪着他又想开口 却听叶福天抢仙道 成交 只见此时叶福天笑容灿烂 本就打算叫他 竟然还能买下仙格 叶福天有些期待那仙格那小姑娘的眼神了 竟然鄙视他 什么时候开始教我 小萝莉恨恨的看着叶福天 这无耻之徒 当然是现在 叶福天开口道 发家致富就靠小萝莉了 想到仙格住一天的开销 要是仙格是他的 叶福天已经在幻想未来的美好人生了 开始弹奏十遍琴曲吧 叶福天道 啊 龙灵儿张了张嘴 看着叶福天 随后等着他 你不会骗我吧 你学不学 叶福天道 这丫头琴道基础差了些 想要直接跨越基础便学高难度琴曲 境界跟不上 需要好好调教下 而且 那位老人已经叫得很好了 但还差点 有些东西老人看不到 但大自在观想法能够看到一些关键 正因为有办法叫龙灵儿 因此他才会这么做 静你一回 角萝莉看着叶福天道 随后开始弹奏琴曲 持变之后 叶福天开始纠正他的错误 随后让他尝试以琴音和龙沟通产生共鸣 同时运转大自在观想法 并且自身的精神力也同时一起进入 第一次失败 你太紧张在意了 精神力紊乱 再来 叶福天道 龙灵儿继续尝试 金服错乱 再来 一语心和 心无杂念 放空自我 把自己想象成他 而不是你自己 再来 叶福天一次次纠正 小萝莉似乎也进入了状态 心想这家伙好像真的很厉害 一次次失败 一次次尝试 傲晚时分 一声龙银声在院落中震颤响起 伴随而来的是一道尖叫声 萝莉直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随后蹦到叶福天的身上 叶福天接过抱着她的身体 只见萝莉对头道 福天哥哥 我真的学会了 嗯 叶福天见到她天真浪漫的笑容 为她感到高兴 原来这丫头学会了这么兴奋 难怪会紧张 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强大的御龙法师 龙铃儿大声道 叶福天道 会的 但你现在是不是该下来了 萝莉眨了眨眼睛 随后从叶福天身上下来 不在乎的道 我这么一个大美女 便宜你了 你满脑子想的是什么 叶福天用力揉了揉着丫头的脑袋 将她头发揉乱来 小丫头回过头 恶狠狠的瞪了她一眼 随后又甜甜的笑道 福天哥哥 要不以后你一直陪我修行吧 大不了我多买几个仙格送给你 我这么一个大帅哥陪着你 想法太美 叶福天敲了敲她的脑袋道 角萝莉露出委屈的神色 简直萌化了 那你今年能不能陪我一起过年 我爹娘说他们今年不陪我 角萝莉又道 叶福天看着小丫头的表情 随后点头道 好 谢谢福天哥哥 角萝莉的称呼瞬间便亲密了许多 而且仿佛非常的自然 第433章仙格新主人 夜色如墨 龙灵儿已经在叶福天的琴音下睡着 很安宁 琴音停下 叶福天站起身来 和两位侍女告辞 随后离开了这边 她走后 两位侍女相视一眼 其中一人道 小姐这几天心情好了许多 嗯 虽然小姐每天和她斗嘴 但实则很享受这过程 几年前的那件事之后 便在没有人陪小姐这么胡闹了 老爷夫人变得严厉 小姐脾气变大 家里的其他人也没有人在小姐面前这么放肆 要么嫉妒 要么敬畏 虽然大少爷很宠爱小姐 但大少爷的性格 另一人轻轻地摇头 他们看着龙灵儿长大 知道自从当年前家族陨落之后 很多事情都变了 他们已经很久没看到小姐这样了 不过这家伙也是大胆 难道他不知道小姐的身份吗 竟然敢这样胡闹 刚才那侍女笑着道 而且 她的容颜和天赋 似乎也都很出色 叶福天并不知道两位侍女在议论她 她虽然不知道小丫头的身份 但多少也能猜测到一点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轻易敢说出买下仙格 这样的人家是怎么会简单 但对于家事身份这种东西 她一直都看得很淡 只知道这丫头严重缺爱 便陪着她胡闹了几天 但对于许多事情 她心如明镜 譬如此时 在她所住的阁楼前 便出现了一位老者身影 叶福天并不意外 走上前攻身道 叶福天见过前辈 你也是一名玉龙法师 来人开口问道 原来此人正是叫龙灵儿琴音的老人 不是 叶福天并没有藏着叫龙灵儿 便没想过隐瞒 毕竟他是从老人这边偷诗学德的 干脆坦然表现 若是以后被发现什么 反而更令人反感 况且 他正好可以叫下那丫头 那你如何能够学会我的琴曲 老人好奇问道 非玉龙法师没有奇特的天赋 按照常理是不可能学会的 即便通琴音 也无法真正沟通妖龙 晚辈是一名琴音法师 还是一名玉兽师 因此能够效仿 但并非是真正玉龙法师能力 也并非有以偷师 还望前辈恕罪 叶福天开口道 他所展露的能力和玉龙法师有些不一样 他是以沟通控制和妖龙产生联系 玉龙法师更纯粹一些 是共鸣 明白了 老人轻轻点头 随后身形一闪 便直接消失不见 好快 叶福天心中暗道 也没有想太多 以老人的境界 不至于为这点是对自己如何 更何况他是自己坦然承认的 老人离开之后回到了瀑布山上 之前随龙灵儿一起前来的几名护卫在此等后 看到老人到来攻身道 前辈 如何 老人问道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次碰面是个巧合 他的同伴都是外来人 那人回应道 嗯 本也不至于有什么问题 但涉及到灵儿丫头 谨慎些还是需要的 既然没什么 那便一切如常 不必干涉什么 灵儿丫头似乎挺喜欢他 有个人陪着灵儿一起修行也好 老人挥手道 去吧 好 那人点头 要不要想办法让他也入星辰学院陪小姐修行 此事再说吧 还不知道别人自己的意见 或许他来圣天城本身也是为了三大院 几天内学会勤娶 天父自是没问题 还有 这件事情夫人知道便行了 不必传得太多人知晓 老人道 明白 那我们先退下了 机人躬身离开 第二天龙灵儿起来后便喊上叶福天一起前去瀑布山前修行学琴 和往常一样 老人在那等候着 随后教导龙灵儿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叶福天明白 老人这时默许了他跟着一起去 于是 叶福天虽说是秦童的身份 但也算是在学习玉龙琴音 绝完后 他便会叫龙灵儿 接下来的日子 最开心的自然是龙灵儿 有两人同时教导 逢爷爷为主 叶福天则是教导细节 纠正错误 他学得也很快 戏院的日子平静而简单 龙灵儿对叶福天的态度虽改变不了不少 但两人偶尔还是会斗嘴 而在外面 星辰学院附近发生了一件颇为轰动的事情 圣天城最有名的三大客栈之一的仙阁 竟然一主了 被人买下 正在做交接 作为圣天城顶级客栈 仙阁的背景也是很深厚的 背后的人根本不缺财力 前往仙阁入住或者饮酒的人 身份都不一般 这其中是有一些特殊意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仙阁竟然被人买下 自然引发了小范围的震动 不过随后有消息传出 买下仙阁的 是西山的那家 于是许多人便不那么惊讶了 既然是那家 买下仙阁自然不过是一件小事 只是许多人好奇 西山那家要买下仙阁做什么 传闻明年年初 那位也会入星辰学院修行 难道是买给他住 然而 在星辰学院附近有座西院 也是那一家的私人府邸 里面住着一位非常可怕的人物 买下仙阁的意义何在 对于这点 许多人终究是想不明白 不过议论的人 最后也是洒然一笑 常看一生大佬行事 就是这么任性 哪里需要什么理由 他们恐怕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 买下仙阁是因为某个小萝莉和某位腹黑家伙的胡闹 最初的起源则是因为某人住不起仙阁遭到了漂亮小姑娘的鄙视 所以一直耿耿于怀 除仙阁的事情之外 星辰学院的年末考核也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尤其是在星辰学院内部更是如此 这是每年学院最大的事情之一了 七院 龙灵儿又学会了一首琴曲 此刻显得极为兴奋 他看着叶福天笑着道 福天哥哥 我棒不棒 一般般 主要是因为有两位好老师 叶福天懒散的道 哼 你就不能鼓励下 龙灵儿恶狠狠的瞪着叶福天 那你还不飞上天 叶福天鄙视的看了小丫头一眼 龙灵儿双手插腰 随后从怀中取出一枚古令 督着地给叶福天道 给你 叶福天将古令接过 看了一眼上面刻着的字迹 仙阁 虽然已经猜到这对于龙灵儿而言并不难 但也没想到会这么简单 两人胡闹时龙灵儿说只要教会他便会将仙阁买下送给他 才过几天 龙灵儿真的将仙阁买下 叶福天心中感叹 简直 毫无人信啊 面对这样的小萝莉 叶福天只想说 什么时候还有这种好事 记得再找我 小丫头看着叶福天眨着眼睛 愣了几秒 随后开口道 没了 乖 叶福天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 小萝莉的脸都黑了 愤怒的道 难道不应该是假装谦虚拒绝 最后推脱不掉收下 然后表扬夸奖我的吗 小孩子不要想太多 叶福天在小丫头后脑勺轻轻地拍了拍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龙灵二快哭了 被你发现了 呜呜 龙灵二转身 走到后面的两位侍女身前 开口道 我要出去玩 叶福天愣了愣 他以为这丫头受打击了 果然还是太年轻 竟然这么小看 萝莉 小姐 这我们没法做主 赤女道 杨淑 小萝莉大声喊道 很快之前那位中年人便出现在了这边 开口道 小姐找我 我要出去 龙灵二很认真的道 小姐 夫人说了 来心愿以修行为主 直到入新城学院 杨心开口道 我都已经学得这么快 如今想要谢谢福天哥哥 去仙格庆祝下不行吗 而且我答应将仙格送给福天哥哥 自然要去看看 龙灵二开口道 叶福天莫名其妙地背锅 这 杨心有些犹豫 龙灵二跑到叶福天身边 挽着叶福天的胳膊道 杨叔叔你放心 有福天哥哥在 我肯定不会再胡闹了 叶福天表示很头痛 这锅背得无法拒绝 杨心看了叶福天一眼 随后轻轻地点头道 好吧 多谢杨叔 角罗利灿烂一笑 终于得逞了 尖格 这两日来格外的热闹 一是因为仙格一主 被西山那家买下 引来不少人关注 二是因为附近的 星辰学院年末考核 许多考核表现出众的弟子 前来此地庆祝 此时 仙格外便有不少星辰弟子前来 江南和王雨晴这时候便站在外面 王雨晴抬头 看着眼前这座华丽的仙格大门 心中略微有些感慨 他虽然是云月城四大派的弟子 绝对的核心人物 算是颇为富裕了 但即便如此 来仙格这样的地方消费 依旧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 这里无论是吃住 都是以法器为单位 不收零食 来仙格 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王雨晴以前从没有来过 如此奢侈的事情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必要 即便真的在仙格中见到了一些大人物 身份地位的差距一样不会有什么交集 然而今天因为江南在年末考核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因此才会来此庆祝 走吧 今日带你们感受到下仙格的氛围 江南此刻含笑说道 往前迈步而出 听闻仙格如今已经易住 被西山那家买下 如今不少人钱来凑热闹 不知道能有没有机会见到一些名人 第434章摊图响乐 尖格 别墅庭院间 有着一汪清澈无比的池水 从一座座独立的别墅庭院 有着一条条长廊通往池水中心之地 那里是仙格住客享受美味佳肴之地 被称之为姚池 当然 外来者也可来姚池享受鲜艳 但价格却是极为昂贵 但即便如此 此刻姚池所在地 依旧有不少人在此饮酒聊天 偌大的盛天城显然不缺少豪客 今日 江南边也豪气了一回 邀请数位师兄师妹来姚池饮酒为乐 这环境 竟犹如在人间仙境享受美食般 一人站台说道 他目光望向姚池中心的一座姚池仙台之上 在那里 一行女子翩翩起舞 白衣长裙飘然若仙 中间还有一位身材完美无暇的女子青纱蒙面 双手弹奏古琴 悠扬悠耳的声音鸟鸟传出 令人赏心悦目 此情此景 难怪仙格敢开嫁如此昂贵了 这次托师兄的福了 竟能够感受下仙格的环境 另一人笑着道 雨晴觉得如何 将南面露得意之色 目光望向王雨晴笑问道 今日 主要还是为了请王雨晴 的确很美 王雨晴点头道 即便是那弹琴以及起舞的女子 也都是极为美丽的女子 秀素可参 在摇池旁 还有这一座座拱形桥 将几座独立的阁楼 撑起在半空中 美轮美奂 摇池的酒宴都是名贵佳肴 酒和菜 都是以龙草配置而成 对修行有益 仙格可不仅仅是环境好 寻常人 终其一生 也不一定有机会来此享受一回 江南笑着说道 他目光望向那些拱形桥上的独立阁楼 道 能够在阁楼中用餐之人 历史身份地位非常尊贵之人 他们在那里能够一眼便看到我们 但我们却无法看清楚阁楼中的情形 嗯 王雨晴轻轻点头 也不知道什么人在这些阁楼中 他目光望向其他方向 摇池有不少人在 但这里位置很大 显得非常宽松 每一桌都占据着极宽的位置 相互兼不会有丝毫的影响 道场的人 气质都颇为出众 就在此时安静的环境忽然间传出阵阵喧哗声 许多人目光朝着一处方向 在远处的长廊有一行人迈步而行 浩浩荡荡 这一行人中最前面的人竟然是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女 显然地位极为不凡 是西山的龙女 她竟然出现在了仙阁 莫非仙阁真的是买下来送给她的 有人议论道 西山龙女 江南 王雨晴一行人目光纷纷望向那边 看着少女的排场 心中都有些感慨 她们听闻西山龙女明年也会入新城学院修行 可以说到时候就算是师妹了 但是 在圣天城这样的师兄妹关系太多 根本不足为奇 西山龙家的小公主 王雨晴她们很清楚 这和她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王雨晴来自云月城四大派 但不客气地说 就她那云月城四大派的背景 在西山龙家这庞然大物面前 就像是巨像和蝼蚁一样 这样的人 她想高攀都高攀不上 好像是仙阁的管理之人 西山小公主将人召集起来是要做什么 有人轻声道 她们忽然间生出一个古怪的念头 莫非买下仙阁并非是西山龙家的意见 而只是西山小公主的任性决定 我倒是听说了一点小道消息 西山龙家买下仙阁 西山那边甚至没有插手 而是从西院那边直接下达的命令 从而促成了此事 有人笑称道 助人都露出一抹一色 如今西山龙女在西院修行 许多人都是知道的 如果是从西院下的命令 那么买下仙阁的 真的极可能是这位小公主的决定了 西山龙家的小公主 她要仙阁做什么 见前面一行人身影渐渐消失 步入了仙阁深处别墅庭院那片区域 有人开口问道 听说是宋人 刚才那人笑着回应道 宋人 诸人神色越发古怪了 将仙阁宋人 好大的手笔 可是 龙女才十三四岁 她买下仙阁宋人是何意 许多人都不解 坐在那的江南也笑称道 西山龙家公主的世界 我们不懂 也不可能懂 这道也是 有人笑着道 还是各自管好自己的享受吧 离那么许多做什么 此时 在仙阁外 叶福天并没有随龙灵儿一起进去 而是在外等着 不远处 一道长鸣声传出 黑风雕带着三道身影从天而降 默在了叶福天身前 正是余生 叶无尘和楼兰雪 黑风雕和她心念相通 她到之前便让黑风雕带人来 不是不住这里吗 楼兰雪对着叶福天问道 那天 叶福天看了价格后 自己说走的 现在可以住了 叶福天笑着道 走 三人神色古怪的看着叶福天 随后楼兰雪上前一步道 那天你被带走我打探了下 是西山龙家的人 那位少女 是龙家的千金小姐 而龙家 是圣天城的巨拨势力 西山龙家 这名字似乎听过一回 一行人走进仙阁 有一位龙灵儿的侍女 一直在此等着她 见叶福天到来不由得喊道 叶公子 说着 她目光转过 望向身旁的一位女子道 你带路吧 那女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 相貌清纯可人 她叫沈渝 在仙阁做事 沈渝看到叶福天的第一眼 就认出了她 以及眼前一行人 毕竟上次的印象比较深刻 几天前 叶福天他们来到仙阁 很豪气的说要住宿 然而当她说出价格后 叶福天却改口说 修行者要吃苦耐劳 不宜享乐 转身便走 当时她忍不住笑出声来 但此刻 叶福天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就像那天她的眼神一样 这让她目光有些闪躲 刚才这是女 可是跟着西山龙家的人 一起来的 也是如今仙阁的主人 好 她轻轻点头 不敢和叶福天对视 随后转身败路 沈渝走在前面 心中忐忑 扑通的跳动不停 却见叶福天不知不觉中走到她身边 微笑着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沈渝 沈渝低着头不敢看叶福天的眼睛 我叫叶福天 嗯 沈渝轻轻点头 你很热吗 怎么脸红了 叶福天笑着问 沈渝听到叶福天的话脸变得更红了几分 低声解释道 可能很热吧 旁边是女古怪的看着两人 这两个家伙在说什么 龙兰雪和渝生很鄙视的看着叶福天 这家伙的恶趣味 简然是故意调戏别人小姑娘 机人行走在长廊 沈渝始终低头 那天的事情实在是有些尴尬了 而如今 他还在想 叶福天和西山龙家究竟是什么关系 叶福天 此时 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叶福天脚步停下 目光顺着长廊望去 随后看到了摇池那边的酒宴之地 有一行熟悉的身影在 王雨晴以及江南他们 你怎么会在这里 王雨晴开口问道 间隔是怎样的地方 他自然清楚得很 此刻在他面前 竟然出现了叶福天的身影 不仅是王雨晴 江南等人也同样露出一模也一样的神色 打算在这里住几天 叶福天回应道 晚几天 王雨晴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 即便是以他的境界地位 都从来不敢踏足仙阁这种地方 叶福天一来便想着要住上几天 你疯了吗 你知道仙阁住一天是什么假 王雨晴盯着叶福天道 带你来圣天城修行 不是让你来贪图享乐的 如今你醉于此中 还如何成长 江南也露出饶有兴致的神色 这白痴 竟然跑来仙阁住店 这叫 今朝有今朝醉 真是有趣的家伙 枉费我爷爷让你对你照顾一番 却没想到你如此不堪 王雨晴有些生气 将资源浪费在仙阁 这简直 在他看来 叶福天显然是贪图享恶和虚荣 第435章天赋 叶福天听到王雨晴的话一阵头疼 在王家的时候 王雨晴认为自己想要入三大院 一直是将他当作小辈看待的 身为三大院弟子的王雨晴 身上透着一股无形的骄傲 对他说话的语气态度 也都是指点般 如今 见到自己来仙阁 还是这样的态度 这让他着实有些无语 他是什么人 旁边龙铃儿的侍女开口问道 他有些诧异 叶福天在西院是什么表现 他看在眼里 面对他家小姐这混是小魔王 可是一点不逊 将小姐给制服得服服帖帖 那一声声福天哥哥喊得可叫亲密 如今 竟然被一位年轻的女子言语攻击 而且对方似乎有种巨傲感 这种责骂仿佛是理所当然的 一个朋友 叶福天苦笑着道 谁是你朋友 王雨晴声音冷淡 冰冷开口 若非是爷爷嘱咐我对你照顾 也不至于带你前来圣天城 却没想到是爷爷走眼了 枉费他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他仍要自甘堕落是自己的事情 雨晴你又何必动怒 旁边江南笑着说道 摇池用餐的许多人目光朝着这边望来 都露出有趣的神色 这是什么情况 叶福天更是无语 就怕他认为照顾了自己 才在到达圣天城的时候 将临时给了他 算是不欠人情 不过 叶福天多少还念及王家的关系 毕竟王家家主对自己确实还不错 他也不想和王雨晴闹得太难堪 相安无事便好 既然不是朋友那么我的事情还请闭嘴巴 叶福天说着便抬起脚步离开 你王雨晴见到叶福天的态度 神色更是冷漠随后冰冷到真是不知好歹 雨晴都说了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何必还要去招惹接触 为这种小人物生气 没必要 江南宽慰道 没错 今日是来庆祝的 不要坏了心情 旁边有人开口 虽说如此 但想到爷爷对他抱有的期望 还是有些气愤 王雨晴道 本希望他多少努力些 马上就要到明年 还有机会考核入三大院 若是真的能入 对他略微照顾也无妨 如今看来 钻了 与我何干 说着 他摇了摇头 来 尝尝这道菜 以火灵之为食材所致 对于擅长火属性天赋的人而言有些益处 江南对王雨晴家菜笑着道 王雨晴能够看清那小人物也好 之前他便一直看夜福天不爽 一个长得略好看点的井底之蛙而已 另一处方向 夜福天一行人已经步入别墅庭院区域 一直低头的沈于此刻也抬起头来 好奇地打量着夜福天 他有些奇怪夜福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之前第一次见他 住不起仙格却还死要面子 第二次见他 西山龙家小公主是女相陪 显然是西山龙家小公主的人 然而 在不久前他却被莫名其妙的一阵羞辱 仿佛只是一个有着不堪过去的小人物而已 莫非 是小人物的励志故事 拍上了凤凰 你这样看我会误会的 夜福天笑看着沈于 沈于愣了下 随后翘脸微红 目光从夜福天的脸上移开 心想这家伙脸皮还真厚 不过 确实还挺好看 一行人来到了一座别墅庭院 仙格最好的别墅庭院 这里已经到了不少人 小萝莉在庭院中对着诸人训话 见夜福天他们过来 便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跑上前道 福天哥哥你怎么这么慢 无聊死了 说着便搂着夜福天的胳膊 顷刻间 无数道目光落在夜福天的身上 那些接手仙格的人都是龙家的人 见到自家小公主竟然对眼前的青年如此亲密 许多人瞬间实话 这混是小魔女 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沈于的美眸震惊的看着夜福天 表情格外的精彩 她可是清楚那小女还是什么身份 即便是仙格的前主人在她面前 她是也只有低头恭敬的喊一声小姐的份 龙家的龙女 不夸张的说 甚至可以称作是圣天城最有权势的小女孩之一 她是西山龙家那头龙的独生女 龙家前任家主 那位精彩绝艳的人物生前最宠爱的小公主人物 如今 这龙女和夜福天之间的关系竟然好到这种程度 而之前夜福天竟然被一位女子羞辱 这别胡闹夜福天瞪了龙铃儿一眼 这丫头想要害死自己啊 在西院胡闹便也罢了 夜公子 前面 阳心喊了一声 随后对着猪人道 以后你们在仙格做事 便都听从夜公子的 她是仙格心的主人 许多人都有些吃惊 他们之前听闻仙格是小姐买来送人的有些惊讶 没想到 仙格竟然送给了一位如此年轻的人 沈于内心又一次颤了下 上次住不起仙格的人 转眼兼成仙格主人了 还不拜见阁主 脚丫头手指指向人群道 顿时诸人纷纷攻身道 见过阁主 夜公子 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的 尽管交代他们 阳心开口道 楼兰你过来 叶福天回过身对楼兰雪道 楼兰雪走上前 他心中也颇为不平静 这家伙被人带走不但没事 反而混得这么好 以后他负责掌管仙格 你们都听命于他便行 叶福天开口道 是 阁主 诸人点头 沈于 叶福天又喊了一声 沈于一愣 抬头看着叶福天 他在想 叶福天喊他做什么 只见叶福天笑看着他 开口道 沈于 你以前便在仙格做事 负责辅佐楼兰 帮着他一起管理仙格之事 沈于听到叶福天的话有些猛 清纯可人的眼睛眨了眨 还没反应过来 他不过是仙格的一位接待 如今 让他帮着一起管理仙格 这是 开玩笑吗 怎么 不愿意 叶福天见发呆的沈于笑着道 不是 沈于摇了摇头 紧张的道 你说的是真的 他美眸凝望着叶福天 好像怕叶福天只是一句玩笑话 我像会说谎的人吗 叶福天笑道 不骗我 沈于眼睛瞬间有些红了 显得很激动 他怕叶福天是因为上次的事情故意逗他 你不要愿意算了 叶福天板着脸道 我愿意 沈于连忙开口 叶福天这才笑了笑 沈于此刻心潮起伏 无法平静下来 他在仙格做事 自然知道仙格是怎样一个地方 能够帮着一起掌管仙格 他这是要辉煌腾达了吗 可是 怎么感觉有些戏剧话啊 叶福天之所以会用他 是因为他需要一个熟悉仙格的人帮楼兰雪 沈于虽然曾笑过他 但小姑娘的笑容并无多大恶意 相反显得很单纯 用一个简单纯粹的人 自然更好一些 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是 小姑娘笑起来真的挺好看 杨叔 还有一件事 叶福天看向杨星道 能不能 让他们都保密 作为一个低调的人 叶福天向来不喜欢出风头 好 杨星点头 随后吩咐下去 便让诸人都离开了 只留下沈于在这里 楼兰 之前让你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吗 叶福天问道 嗯 楼兰雪点头 你们几个需要用到什么修行资源就去弄 用最好的 叶福天笑着道 一夜暴富的感觉 真好 来圣天城的目的是什么 修行 强大 如今既然有了先隔的资源 自然是投入到修行资源中 明白 楼兰雪点头 你的 小萝莉脑袋凑上前来 目光打亮着楼兰雪 赤女 楼兰雪道 已经被误会不少次 厉害 不愧是福天哥哥 小萝莉崇拜的看着叶福天 是女都长这么好看 走了 陪你吃饭去 叶福天看着小丫头古灵精怪的眼神 有些无语 这丫头屁点大 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好 龙铃儿哥哥一笑 随后拉着叶福天的胳膊往外 叶福天回过头道 你们自行解决 杨兴以及龙铃儿身边的人纷纷跟上去 留下余生和叶无诚看着他们的背影 厉害 余生也是满脸崇拜 只要是女人 就没有叶福天搞不定的 天父 不怎么说话的叶无诚也低声说了句 余生认真的点头 确实是天父 龙铃儿和叶福天他们走出庭院 小丫头依旧搂着叶福天的胳膊道 福天哥哥 你要不要考虑下随我一起入星辰学院修行 我再给你买下另外两座和仙格齐名的客栈 那我怎么修行 叶福天瞪着小丫头道 我带着你一起修行啊 角萝莉道 你带着我 叶福天一脸黑线 随后将角萝莉的手一开 道 你是龙家千金 我是你秦童 在外面注意点影响 我才不在乎 角萝莉无所谓的道 你不在乎 不代表其他人不在乎 况且 还有你家族之人若是知道你将仙格都送给我 能没有想法 叶福天道 可你教会了我很多啊 小丫头天真的道 这比一座仙格重要多了 别人可不会这么想 叶福天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道 听话 知道了 龙铃儿松开手对着叶福天做了个鬼脸 第436章天度英才 瑶池 狼桥处 一行身影迈步走来 瞬间将瑶池中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这一行人顺着狼桥 是前往瑶池狼桥上的独立阁楼 那里可不是寻常人物能够进的 在仙格享受一顿鲜艳 便已经是极为奢侈的事情了 更谎论是瑶池的阁楼上 然而当看到这一行人的身份之时 助人便没有感到奇怪了 正是之前来到仙格的龙家小公主 如今更近了些 看得更清楚 龙铃儿十三四岁 身上还透着女孩的稚气 但看其五官以及容颜 已是个美人胚子了 可以预见 再过个几年 圣天城又会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千金大小姐了 七山龙女的天赋 他们自然也听说过 龙女者 拥有玉龙法师天赋 在他年幼时 家族便为他抓了一头 幼龙和他亲近 培养和龙之间的默契 有些人从出生 就注定为人所羡慕 若是西山的那位绝代人物没有死 他的人生或许还会更精彩 毕竟他在世的时候 莫说西山龙家本家 即便是整个圣天城乃至荒州冬域 也没有几个能够抗衡的人物 他的陨落 当年可以称得上是西山龙家的一次灾难 动荡了数年如今才渐渐平稳 助人目光顺带扫过龙铃儿身边之人 随后许多人看到了叶福天 不由得露出一抹奇怪的神色 这不是之前被言语辱骂之人吗 还有之前和叶福天在一起的女子 她此刻在龙铃儿的身边 似乎是龙铃儿的侍女 这让许多人有些好奇 目光朝着江南以及王雨晴所在的方向望去 只见此时江南和王雨晴也愣在了那里 看着叶福天露出诡异的神色 这是怎么回事 叶福天什么时候和西山龙家的人混在一起了 他们知道叶福天的来历 自然明白他不可能是西山龙家的人 叶福天并未看他们 一行人直接步入了狼桥上的阁楼中 江南手指敲打着桌子 发出有节奏的清脆声响 随后笑了笑开口道 难怪能住仙阁 原来是入了西山龙家 什么意思 王雨晴看着江南道 龙家小公主年幼 而且将会入星辰学院修行 家族为她找几个半读书 同步足为奇 想必你这朋友倒是很聪明 抓住了这次机会 难道你不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 江南轻声笑道 你是说我王家 王雨晴见江南亦有所指力及会议道 你说呢 江南笑着道 看来低估他了 这方面的能力倒是极为擅长 在云月城能够喷上你的家族 被你爷爷和你妹妹看重 如今到了圣天城 竟然也一样 直接到了龙家 这手段自愧不如 然而龙家并不好入 此人是怎么做到的 旁边有人轻声问道 龙家的人在阁楼上 虽然距离有些远 但依旧不敢太大声音议论 龙有龙鹿 鼠有鼠道 如何做到的便不清楚了 江南亦为深长的笑道 这么说 他之前说住几天 是有意在你面前炫耀了 七山龙家 王雨晴自言自语 依旧有种怪异的感觉 七山龙家虽是圣天城顶尖家族 然而一位疏同人物而已 何必太在意 他或许崇尚此道 却不知已经落了下诚 真正强大的人物 有谁会甘愿当他人奴仆 江南对着王雨晴道 三大院任意弟子 都比这种手段更值得骄傲 嗯 王雨晴轻轻点头 本想着不再去议论他 从此便也没了瓜葛 但没想到他和 七山龙家的人一起出现 让他心中又掠起波澜 叶福天并不知道江南和王雨晴的想法 也不关心 对他而言 两人不过是人生中的两位过客而已 进入阁楼之中 他发现此处阁楼中蕴藏法阵 站在那如镜面般的落地窗前 能够清晰地看到外面的情形 而之前在外的时候 却是看不到这里面的 不仅如此 从外面飘来的声音都仿佛变小了些 不会受到影响 显得很安静 福天哥哥 这里的菜都不错 是以灵草而至 你以后每天在这里享用美食 对修行会略有好处 龙明儿开口说道 不过我还是想福天哥哥能够在我身边 说着 他又楚楚可怜地看着叶福天 这里没外人 别演了 叶福天一眼看穿 都是套路 脚丫头瞪着叶福天 随后委屈地晃着叶福天的手臂道 人家说的是真的 磕磕 叶福天见小萝莉撒娇 只感觉画风格外的怪异 手背在他脑袋上轻轻地敲了下 你哪学得这么多戏 真不知道你怎么找到女朋友的 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 脚萝莉放开叶福天 非常鄙视地说道 随后坐了下来 小姐 你在我们面前胡闹下就罢了 在外面以及族人面前可别这样 会害了叶公子的 杨欣在一旁直冒冷汗 这丫头实在太鬼灵精怪了 知道知道 我有那么笨吗 龙灵儿鄙视地看了一眼杨欣 那就好 杨欣点头 这里也不好玩 龙灵儿显得一心阑珊 随后眼睛一亮 又道 对了福天哥哥 我听说星辰学院美女如云 有很多漂亮小姐姐 没兴趣 叶福天怎么会上当 我没骗你 还有几位圣天城非常有名的大美女也在 龙灵儿继续蛊惑道 有女朋友 叶福天淡淡回应 屈尾 角罗利比试道 听说灵儿妹妹来了 不知如今多大了 能否见上一见 此时 阁龙外传来一道声音 似乎是有意将声音传递到这边 即便是声音被削弱 依旧听得很清楚 助人目光望向一处落地窗方向 随后便见到对面的一座廊桥阁楼身前 站着几道身影 为首之人身上穿着极华丽的衣衫 闪烁着璀璨的金色光辉 衣衫像是由捧鸟的淋雨铸成 华丽中还给人以锋利之感 意义生辉 而这青年的气质也极其出众 他二十余岁年龄 一头长发除了黑色之外 静隐隐还有淡金色的光辉 他脸上的线条清晰 英俊不凡 一眼望去 便给人非凡之感 此时 姚池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青年所吸引 有些吃惊 他竟然也到了 而且在龙家买下的仙格 金云霄 王雨晴和江南看到此人出现 神色都略微一变 略带仰慕之意 金云霄 新陈学院天之骄子 在此次新陈学院的年末考核中表现极其出众 入了新陈榜 除此之外 他的身世也极为显赫 盛天成金家后辈 金家九霄公 和西山龙家一样 同样是圣天成最有权势的世家 而且 金家和龙家之间向来有矛盾 数年前 西山龙家那位传奇人物在的时候 将金家压制得死死的 但他陨落之后 局面便隐隐有些反过来了 如今金家弟子在西山龙家之人面前 可不像以前那样收敛了 在金云霄身边 还有几人 也都是新陈学院天才人物 是袁赫以及木江雪 见到金云霄身后的两道身影王 雨晴喊道 那都是他比较崇敬的人物 虽然对方的年龄甚至比他还要年轻 但在学院的地位却和他不可同日而语 真正的耀眼天才 而即便是袁赫和木江雪 也只能站在金云霄的后面 金师兄 袁师兄 木师姐 江南站起身来拱手喊道 他虽然年龄比金云霄他们要长 但是入门晚 喊一声师兄也并没有什么问题 许多厉害的人物都是很年轻的时候 便入三大院修行了 譬如龙灵儿 他才多大 明年就要入新陈学院修行 金云霄淡淡地扫了一眼这边 随后便又目光转过 望向对面的阁楼 木江雪也神色冷淡 袁赫见到江南则是微微点头 道江南 此次考核表现不错 多谢师兄夸赞 江南见袁赫竟然回话 脸上顿时有几分自豪的神色 虽说他也号称天才 但在新陈学院这种天骄如云的地方 他还算不上杰出 袁赫和木江雪他们 才是真正优秀的天骄 能够得到一句夸赞 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袁师兄有过一点交集 江南对着王雨晴他们低声说道 因而也算是认识 王雨晴轻轻点头 能够和这样的人有交情 本身也是见值得骄傲的事情吧 而此时 叶福天所在的阁楼 龙灵儿见到金云霄 漂亮的眼睛有着几分淡淡的厌恶 道 我不喜欢他 简然 他是认识金云霄的 两家都是圣天城的顶级世家 自然有所接触 他是谁 叶福天问道 圣天城金家的人 金家之人极为浮夸 你看他那身衣服 吐气 龙灵儿撇嘴道 他们还将家族建造成九霄宫 是圣天城最奢华之地 喜欢炫耀 我小的时候 金家的人还想跟我定亲 我大伯直接让他们滚 不过这件事 我也是听说的 具体不清楚 此事自然是真的 当年小姐你降生 金家的人前来祝贺 正要定娃娃亲 当时家主直接告诉他们 一般浮夸败类 也想娶我龙家小公主 滚 直接将人轰了出去 金家的人屁都不敢放 杨兴想到 过去的家主曾经的辉煌历史 至今感觉到荣耀 那时的龙家上代家主在 是真的强势啊 可惜 天度英才 第437章西山幼龙 叶福天听闻这段往事 对龙家的那位先辈心声敬仰之意 如此人物 定然是绝代风华 可惜英年早逝 无法见上一面了 难怪小丫头会数年来无法忘记 至今还沉浸在她大波陨落的悲伤之中 她能想象到那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对家人温和慈祥 对外人则是霸气凌云 这等人物值得敬佩 告诉她 我不想见她 龙灵儿对杨兴道 好 杨兴点头 随后走出了阁楼 隔空望向金云霄开口道 我家小姐有事 无意见你 金云霄也不生气 那薄薄的嘴唇 勾了起一抹糊度 给人以锋利之感 淡淡笑道 听闻灵儿妹妹明年便要入星辰学院修行了 怎得不见一见师兄 若是妹妹有能力入星辰学院 也许师兄会照顾一二 阳心皱了皱眉 叶福天在窗前见到金云霄那种眼神 也感觉有些厌恶 她的话语略显有些轻挑了 你算什么东西 需要你照顾本小姐 龙灵儿直接站在窗前大声说道 声音传出 落入摇池用念的诸人耳膜之中 心想不愧是龙家的千金小姐 对金云霄也敢如此说话 灵儿妹妹人为长大 脾气倒是挺大 金云霄冷笑道 只是 我听闻灵儿妹妹如今还没有成为一名御龙法师 届时若是公平参加学院的考核 能不能入学院 都还不一定呢 这就不劳金少爷担心了 杨欣听到金云霄的话冷淡回应 这金云霄 分明是挑事 七山龙前辈如今只有灵儿妹妹这么一个千金 有些担心西山会后继无人 金云霄笑着开口 言语中的挑衅意味十足 摇池的人都安静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两家的故事有不少 矛盾重重 尤其是那未存在在时之时 将金家压制得死死的 龙灵儿出事的时候 金家上门求亲便被羞辱过 如今 西山那未存在陨落 龙家反而示弱 金家之人见到西山龙家的人 自然免不了挑衅 你 阳心脸色难堪 阁楼中蒙铃儿气得脸蛋鼓鼓的 小拳头紧紧握着 你再说一遍 此时 外面又传出一道声音 诸人目光转过 便见远处的长廊有一道身影朝着这边走来 此人面如关玉 英俊逼人 看似瘦削的身材却像是充斥着力量感 他眼神炯炯有神 双目如电 直视狼桥之上的金云霄 看到这人出现 摇池不少人的神色又变了 江南河王雨晴神色凝固 看着那一步步走来的身影 他们自然认得这人 同样是在星辰学院修行的一位人物 而他的名气 比至今云霄还要更大 而且 这人从他出生起 便被受瞩目 他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圣天城的人关注着 若说在西山龙家 有哪位七年后辈的地位能够和龙女龙灵儿比肩 那么 只有他 西山又龙 龙木 西山那位传奇之死 当年那位传奇在世之时 龙木 他受万众瞩目 即便今日 依旧有太多的目光关注着他 只因龙木是他的儿子 而且传闻当代西山龙家 那头真龙他虽有女儿龙灵儿 但他却是将龙木当作未来接班人培养的 他打算让自己的侄儿继承他的位置 那是他大哥留下的遗孤 许多人称西山龙家的关系极为古怪 当年那位传奇人物在世的时候 最宠爱的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而是龙灵儿 他陨落之后 当代西山家主期望最大的 却也不是自己的女儿 而是侄子龙木 这样的兄弟感情 倒也让许多人为之敬佩 金云霄的目光同样望去龙木 表情不复之前的轻松 而是颇为凝重 锋利的眼神盯着那走来的身影 龙木 传奇人物之子 那位曾将他金家压制得死死的人物 留下的孽种 而且天赋其高 在今年星辰学院的年末考核中大放异彩 比他更加耀眼 这是一位无论是身份 天赋 实力 都不输他 甚至在他之上的人物 只见龙木身形一闪 身体犹如一道闪电般离地而起 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龙木的身影落在了狼桥之上 狼桥颤动 像是要坍塌般 龙木身躯稳稳地矗立在那 冷漠的凝视金云霄 两道身影隔空而立 下方的目光尽皆落在他们身上 江南和王雨晴等人有些向往 那两人 才是真正的天才人物 没想到他们会一起出现在这里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冲突 你再重复一遍 龙木身上流动着一股无形之势 竟像是有真龙虚影浮现 可怕的真龙气流在虚空中流动 给人以极强横指感 仿佛只要金云霄重复刚才那句话 他便会直接动手 而以龙木的性格 这绝对是有可能的 金云霄凝视龙木 随后笑了笑道 龙木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 滚 龙木吐出一道冰冷的声音 只有一个字 金云霄神色凝固 在他身上 隐隐绽放一股极致的锋利之意 身上那由彭于所住的金色衣衫 发出轻响声 无风自动 折射出可怕的光滑 在金云霄的身后 隐隐像是出现了一尊金翅大彭虚影 桀骜无双 此时的金云霄 变像是桀骜不驯的彭鸟 一股锋利而可怕的飓风刮起 犹如刀般锋利吹打在龙木的身上 金云霄嘴角勾勒起一抹冰冷的笑容 随后廊桥上出现一道璀璨无比的金色残影 快到极致 这残影轻刻肩便扑向了龙木 太快了 像是有一尊无比桀骜的金翅大彭鸟撕裂而来 那恐怖的光辉像是要摧毁一切 龙木的身体一动不动 抬起便是一拳轰杀而出 一声剧烈的龙银之声震颤天地 像是真龙的怒吼咆哮 两人瞬间的碰撞 诸人却仿佛看到了一尊璀璨不可一世的 桀骜金翅大彭鸟和一头无比狂傲的真龙碰撞 轰蒙一声巨响 狼桥坍塌断裂 金色的闪电瞬间闪烁飞回 金云霄身体回到原处 身后竟出现一双耀眼无比的羽翼 缓缓拍打着 他的手锤在那 轻微的颤动了下 但他嘴角的冷漠和桀骜之意依旧 冰冷的凝视着站在原地不动的龙木 他脚下的狼桥都断裂了 往前一步便是空处 站在断裂的狼桥边缘 目光却依旧凝视着金云霄 我们还会再交手的 金云霄淡淡一笑 随后转身道 走 幻音落下 他身形一闪 雨一拍打 朝外而去 身后的人看了一眼龙目 随后跟随他离去 另一座阁楼中 叶福天目睹了这场战斗 他自然看得出来金云霄吃亏了 硬着头皮离开 而且金家的命魂 竟然是金翅大鹏鸟 难怪两家会相互不对付了 你哥 叶福天对着身旁的龙灵儿问道 之前龙目到来之时 龙灵儿便低声喊了句 其他人也都喊目少 嗯 我大伯的儿子 龙灵儿点头 就是脾气有点硬 福天哥哥 我介绍你们认识 七山的幼龙吗 叶福天想起之前在客栈中 听到的一席谈话 明白了此人的身份 此时 外面的龙目已经朝着这座阁楼走来 片刻后便随同阳心一起进来了 他那双眼睛非常有神 看了一眼里面的人群 许多人躬身喊道 木少 七山龙家的人自然明白 虽然大小姐是家主的掌上明珠 但西山下一代的掌门人 却极有可能是大少爷龙目 哥 龙灵儿喊了一声 灵儿 龙目点头 开口道 我听说你来了仙格 便过来看看你 金云霄的话你别在意 入了星辰学院修行 没有人敢欺负你 嗯 龙灵儿笑着点头 随后他走上前拉着龙目的胳膊 指向叶福天道 哥 这是福天哥哥 龙目自然看到了叶福天 此刻他抬头 目光落在叶福天身上 那双眼眸中透着强大的气场 叶福天 叶福天眼神清澈 淡淡一笑 开口道 龙目目光和叶福天对视 他没有介绍自己 而是开口道 仙格 是送给你的 身为龙家大少爷 他知道的自然比别人要多一些 叶福天看到龙目的态度 果然 龙家之人 对此事可能并不满意 哥 是我答应送给福天哥哥的 龙灵儿道 我知道 龙目轻轻点头 继续对叶福天道 这几日来多谢你照顾灵儿了 仙格 也算是一些报答 你去吧 龙目 你胡说什么 龙灵儿生气的看着龙目 双手插腰 模样很凶 龙儿 不要胡闹 龙目对着龙灵儿道 好 叶福天也没在意 笑着点了点头 对于西山龙家而言 她本就是外人 虽然那丫头有些依赖她 但也只是这段悲伤时期有些孤单而已 再过些年 龙家大小姐依旧是大小姐 她还是她 况且 她本身也没有长期在龙家带的念头 只是这些日来 和那丫头亲近了许多 也挺喜欢龙灵儿将她当妹妹一样 第438章开创 龙灵儿借叶福天答应 目光看向她 开口道 我不许你走 灵儿 以后好好跟逢前辈修行 不要老想着过去的事 叶福天笑着道 我走了 说着便转身朝外走去 福天哥哥 龙灵儿喊了一声 叶福天脚步停下 回过头道 喂 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啊 龙灵儿眼睛红红的 眼泪都像是要出来了 叶福天心又软了下来 这丫头 演技太高 你答应过听过我的事情没忘记吧 角罗利楚楚可怜的说道 叶福天露出一抹思索之意 随后明白龙灵儿指的是什么了 她之前让叶福天今年陪她一起过年 记得 叶福天点头 那你一定要做到 龙灵儿道 好 叶福天笑了笑 随后迈步往外而去 她走后 龙灵儿恨恨的瞪着龙目 道 这样你开心了 灵儿 龙目看着龙灵儿道 胡闹了些天变也够了 你对她了解多少 我不管 龙灵儿瞪着龙目 你是叔父唯一的女儿 西山龙家的小公主 龙目继续道 且不说我 这些年来叔父和家族之间的关系你自己也清楚一些 如今 你随意出手便送仙格给陌生人 家族的人 能没有想法 不吃了 龙灵儿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龙目看着龙灵儿的背影有些无奈 开口道 杨叔 带龙儿回去 是 木少 杨姓点头 随后跟了出去 他也苦笑了下 大少爷的性格很直 虽然很宠爱小姐 但因为两人性格差异过大 很难打成一片 他的精力更多的用于修行 叶福天回到别墅庭院之时 龙兰雪 余生还有沈渝一起出去了 只有叶无尘在修行 傍晚时分挤人才回来 而且还带回了不少东西 是让余生悲回来的 这是什么 叶福天好奇问道 一些灵草 我去了一趟青云街 龙兰雪对着叶福天道 那里是这片区域最大的交易场所 购置了一些灵草药材 用于药玉 圣天城的武道修行者 时常以这样的方式练体 我之前偶然间看到 一种上等药玉的方法 你 余生和叶无尘都用得上 辛苦了 你遇到自己需要之物也不要吝啬 叶福天点头 外面的人更擅长借资源修行 在能够有条件拥有的情况下 他们自然也会借助 尽可能地将自己的修为提升上去 嗯 龙兰雪点头 我和沈渝去配要了 说着 两人便朝着庭院里面走去 叶福天看向龙兰雪的背影 之前龙兰雪主动上草堂要当她的侍女 那时她没这样的念头 认为龙兰雪这位古龙兰的公主 自然做不好这种事情 然而在草堂上二师姐调教了许久 龙兰雪竟然真的渐渐适应了侍女的角色 很坦然地做着这一切 就连叶福天在不知不觉中也渐渐习惯了 不去龙家了吗 余生对着叶福天问了一声 不去了 叶福天摇了摇头 而且 我感觉仙格也不是长久之计 需要找到其他赚取零食的方法 仙格毕竟是灵儿丫头所送 龙灵儿虽说是龙家大小姐 但毕竟年龄还太小了 连有主事权 今日从龙墓的态度上 她便感觉到了一些东西 因此 这座动用西山龙家资源买下的仙格 也并不那么稳定 终究 还是靠自己更牢靠些 这次出去消耗不小 余生开口说道 以他们的修为境界 常规的方法根本支撑不了修行资源的消耗 嗯 我想想 叶福天点头 穷啊 她感觉自己一行人境界实在太低了 在圣天城这样繁华的主城 有些不够看 当然 他们可以加入三大院或者某一大势力 自然不会缺少修炼资源 但如今叶福天已经没有这样的念头了 一段时间后 龙兰雪和沈宇走来 龙兰雪对叶福天道 好了 你去试试 嗯 叶福天点头 跟随着楼兰雪来到了别墅庭院内的浴池 此时浴池中的水是沸腾的 里面像是有火红色的石头 使得整个浴池像是熔炉一般 温度极其可怕 灵草都已经融入里面 你出去吧 叶福天开口道 第一次配药我不一定把握好分量 你先试试 我在这守着 楼兰雪道 呃 叶福天眨了眨眼睛 看着楼兰雪 这样真的好吗 楼兰雪抬头看着她 清冷的银色眼眸没有丝毫的波澜 轻声道 这不是侍女应该做的 叶福天一脸黑线 不过 好像很有道理 但怎么感觉 怪怪的 见楼兰雪美眸依旧凝望着她 站在那一动不动 叶福天神色古怪 随后将白衣长袍脱下 随后将上衣也一并脱掉 露出剑朔的身躯 她赤脖着上身朝着浴池中走去 嘀咕一声 亏大了 呲 叶福天步入水池的刹那 只感觉一股可怕的力量直接钻入了体内 人以为高温根本不可能对自己有所影响 但她显然低估了药育的力量 只一瞬间 一缕缕可怕的气息疯狂的钻入四肢百骸 轻刻间 她只感觉身体也在沸腾 血液尽都飞速的在体内流动着 不要去抵抗 以肉身承受 将那股力量融入血肉之躯中 虽然一次作用可能不大 但据说长期要育 能够极大的提升肉身 对练体有巨大好处 龙兰雪开口道 你感觉怎么样 你这家的是什么灵草 叶福天郁闷的道 不过 感觉很好 说着 她闭上眼睛 安静地承受着 那股恐怖的力量疯狂融入肉身 钻入体内 淬炼她躯体的每一个部位 痛苦感不断降低 许久之后 叶福天终于没了感觉 便起身 从浴池中走出 龙兰雪走上前 为叶福天披上准备好的浴袍 此刻她那双银色的美眸也露出一模一样神色 你先出去吧 叶福天开口道 好 龙兰雪点头 随后转身离开 片刻后 叶福天回到庭院前院 对着余生道 余生 你也去试试 对你应该有用 好 余生点头 叶福天她则是走到庭院前盘膝而坐 手指上的宝石戒指亮起了一道光 随后古琴出现在身前 她食指轻抚琴弦 眼眸闭上 脑海中 一曲 浮世曲回响 每一个音符 都像是充满了魔力 浮世曲 天下十大名曲 一曲出 世间无法 浮世曲之意境 乃是双帝之心境 然而如今 叶福天的心境 却是不同 浮世曲渐渐从脑海之中望却 这一刻 叶福天像是彻底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中 随后 手指拨动琴弦 悠扬的曲音缓缓传出 夜色渐黑 月光洒落而下 琴音响起的那一刻 顿时这片庭院变得空灵 澄彻 仿佛能够在一瞬间 将人的内心抓住 沈渝站在旁边不远处 那琴音刚想起的一瞬间 她竟感觉心弦为之颤动了下 清纯的美眸凝望着那安静的身影 她的琴音 竟然如此的空灵 像是有着一股奇妙的魔力 让人去聆听 悠扬的琴音平稳动听 瞬间将人带入到一股奇妙的意境之中 从琴音中 隐隐能够感觉到一位有子离家远行 追逐自己的目标 梦想 她乐观积极地面对着一切 她平和低调 脸趋了锋芒 她对许多事情浑然不在意 然而世间知识并非都能如人所愿 总会有些人闯入你的世界 她们俱傲 目中无人 你想要无事 却发现永远无法避开 有些事始终跟随你身边 身份 地位 权势 犹如一座高山般 想要压垮人的脊梁 哪怕是想要简单的关系 却发现终究还是被影响 琴音 从平和 变得狂躁 仿佛心境受到了外界影响 然而狂躁之后 仿佛又一次陷入宁静之中 不过这一次的宁静 却带着孤傲之感 琴音变得孤傲冷漠 渐渐地 变得急促 叶福天的手指加快 琴弦疯狂地拨动着 琴音越来越急 她的身上 像是有一股无形的气质 骄傲不可一世 欲破开世间一切 天地间的灵气像是 也受到琴音的影响 像是也为之狂躁 一道道紫色的光辉闪耀而现 犹如一缕缕雷霆光滑 闪电在庭院中划过 琴音见急 变闪雷鸣 整片空间都变得无比的狂暴 像是化作一股无比骇人的 雷霆风暴 欲破开摧毁一切 庭院前 沈于骇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她是一点点感受着琴音变化的 从平和道狂暴 直至此刻 叶福天身上透着一股可怕的气质 骄傲冷漠 她使指波动琴弦 抚琴的动作依旧如此的优雅 但整个人却像是蜕变了斑 那是一种无视天下的气概 一种敢于天公式比高的傲然之意 她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 但依旧没用 她感觉脑海之中 像是出现了一片末日景致 电闪雷鸣 欲摧毁她的意志 而且 这还只是琴音的余威 叶福天根本没有可以攻击 在叶福天身体周围 恐怖的雷霆风暴 仿佛化作了整体 这时能够融入到精神攻击中的可怕琴音法术 终于 琴音渐歇 那可怕的场景也消失不见 叶福天又变得安静下来 她眼眸缓缓睁开 露出一抹笑容 福士区告诉她 琴音融入精神力 是能够控制空间灵气流动的 如今 在福士区的基础上 她以自己的心境 感悟自创了一首琴曲 也是琴音法术 而且威力非常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第439章岁末拍卖 琴音停下之后 叶无尘 余生 楼兰雪都来到了庭院 目光望向前方的叶福天 沈宇也呆呆地站在一旁 像是还没有缓过神来 叶福天回过头望向诸人 问道 你们看什么 你 受什么刺激了 余生问道 叶福天常说 琴音极为心静 他时常听叶福天弹奏琴曲 自然对琴曲的意境非常敏感 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但听多了便懂了 更何况 那股意境很容易感悟到 自踏出东荒境前来荒州 叶福天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心境了 在刚才琴音末尾 锋芒毕露 傲气凌云 而且 这首琴曲是他以前从没有听过的 随便发泄下 有意见 叶福天瞪着余生道 竟然 被看穿了 这些天的遭遇 的确让他有些不爽 略有点压抑 说都不能说吗 余生弱弱的嘀咕了一声 这是琴曲是什么曲 叶福尘开口问道 他感觉此曲之意境很妙 从平淡到热血激昂 大丈夫傲然于世 当有如此心态 破开一切 不知道 刚瞎编的 要不你们帮曲个名 叶福天道 几人都是一阵无语的看着叶福天 瞎编的 满分 叫风华吧 龙兰雪开口道 风华二字 契合琴曲之意境 风华 叶福天难难低语 随后点头道 好 此取名 风华 好了 天黑了 都去休息吧 叶福天又道 几人点头 叶无尘和余生前往后院的竹林 他们还要休息 自然不会这么早休息 龙兰雪则是去了另一方向 沈鱼留在这看着叶福天 他以后 住哪 以前 虽然在仙阁做事 但却是没有资格住在仙阁的 你不去找地方休息看着我干什么 难道要陪我度过这漫漫长夜 叶福天看着沈鱼笑道 脚姑娘翘脸微红 转身落荒而逃 呃 叶福天看到沈鱼的动作 心想自己有那么可怕吗 也许是激动吧 叶福天心中想着 神中立一万零四年的最后一天 在悄无声息来临 岁末的盛天城更显繁华热闹 青云街身为盛天城主要的交易中心更是如此 这一天宽阔的青云街街道上 近街都是人影 还有强大的妖兽 在街道上行走着 但这里的人对这种情形都像是习以为常 即便是小孩都不会有半点的畏惧 真是热闹啊 此时一处地方 一行人走在青云街上 其中一位英俊的白衣青年感慨道 这一行人正是叶福天他们 这几日他们一直在仙格中修行 今日岁末也是难得出来走走 荒州东域组成的交易之地 怎么能不热闹 你看那座城堡 楼兰雪深处御守 手指指向远处一处地方 在那里有着一座巨大的黑色城堡 笼罩极浩瀚之地 那是妖宝 在里面能够交易各类强大的妖兽 御守师以此赚取庞大的修行资源 在里面各种级别的妖兽都有 楼兰雪清声道 上次他去看了一眼 深感震撼 在圣天城 只要足够富有 没有什么是得不到的 妖兽也值钱啊 我们这不是正好有一头吗 叶福天难难低语 目光望向身后 黑风雕的脑袋缩了缩 大眼睛看着叶福天 老大 这种玩笑不能开啊 不过估计这货很难卖出去 叶福天想了想又放弃了 黑风雕翅膀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吓死雕爷了 像雕爷这么优秀的妖兽 这家伙竟然舍得卖 太不人道了 楼兰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法奇衣衫 你自己去挑几件 叶福天对着楼兰雪道 他在街道两旁的阁楼中 有不少出售法奇衣衫的 许多人为自己的家人 后备来挑选礼物 圣天城的年末 可比以前东荒境奢华多了 资源丰富就是不一样 不用了 楼兰雪轻轻摇头 沈渝 你陪他一起去 叶福天开口道 你自己也可以挑 嗯 沈渝点头 随后拉着楼兰雪离开这边 叶福天他们等待了一些时刻 两人回来的时候 手中多了一些东西 叶福天心想 可惜我家杰宇不在 不过 看来要多努力了 以后荒州中州城区域 怕是会更加繁华 等街道结雨一定要带他好好感受下这种气氛 一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如今结雨过得怎么样 这是什么地方 叶福天一行人走在街道上 见到街道旁边似乎有着一处优雅的庄园 里面竟有琴音传出 琴房 古琴和琴音法术交易之地 非常有名 沈渝道 叶福天听到他的话露出一抹一色 他忽然间生出一个想法 这些天他一直在想如何自力更生 赚取修行资源 如今 这琴房 似乎可以试试 走 叶福天想到这便开口说了声 抬起脚步朝着琴房走去 琴房内优雅干净 仙尘不软 屈静通幽 有年轻美丽的女子接待 得知叶福天他们是想要交易琴曲 便领着他们来到了一处优雅的亭台之地 那里有着一张古琴 开始吧 因为老者坐在前面 既要交易琴曲 琴房的主人自然要先知道这琴曲大致是在什么级别 若是太差的话 是没有资格在这里交易的 琴谱 自然是不能轻易给人看的 会被直接通学 因此只好直接弹奏演示 叶福天坐在古琴前 弹奏出了自创的琴曲 风华 随着琴音传出 风华之意竟渐渐展露出来 那老者神色变得认真了几分 聆听着这首琴曲 琴曲从平和到狂躁 似乎有一种肆意挥洒的畅快淋漓感 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 年少轻狂之意彻底燃烧沸腾 怒火 再咆哮 天地间电闪雷鸣 无尽的雷霆之意像是融入了琴音意志当中 老者闭上眼睛 安静地感受着 他感觉到空间的雷霆灵气流动都像是被琴音掌控 琴音的意境非常强 一曲中些 老者睁开眼睛 看向叶福天的目光都已然不同了 笑着道 妙 此曲和名 初次和人之首 风华 自创 叶福天抬头看向老者道 老者瞳孔收缩 看着叶福天道 小哥不是玩笑 自创琴曲虽然并不是新鲜事 许多造诣深的琴音法师都能够做到 但以叶福天的年龄 自创如此意境的琴曲 这就有些骇人听闻了 不是玩笑 叶福天道 有两种方案 一 琴房可现在将此琴曲拍卖 二 小哥直接将此曲卖给琴房 小哥可选 老者道 拍卖 叶福天没有犹豫 多人竞价 方才能够看到琴曲真正的价值所在 好 不过我琴房自身 也会参与此次竞拍 老者笑着说道 通知琴房中的人 有一首潜力名曲将在不久后进行拍卖 是 旁边的两位侍女点头英明 随后去传消息了 小哥 拍卖的话 稍后还要你再弹奏一遍 另外 若是拍卖成功 我琴房要去办成的好处 若是交易法器 则以法器估价 好 叶福天点头 弹奏琴曲之时 能否以你身份 没问题 老者笑着点头 琴楼 是琴房的拍卖之地 此时 琴房中的人都来到了琴楼 顿时显得颇为热闹 琴楼下方 有许多人隐在 而在上面 还有三层楼阁 里面有着许多雅间 不少雅间内此刻都有人在 琴房在圣天城乃是颇有名气的地方 许多非常厉害的琴音法术 以及名琴都是从这里交易而出 因此好琴之人 以及许多琴音法师 都时常会来此 今日是岁末 不少人来到了这里 听闻竟然有潜力名曲拍卖 顿时琴房的人都聚在了琴楼这里 能够称之为潜力名曲的琴曲 自然有非凡之处 此时 琴楼前方的台阶之上 一道老者身影出现 他挥了挥手道 废话不多说 诸位自己感受 说吧 他走到一旁 随后台阶上的高台有璀璨的光辉闪耀 竟由法术降临 将台阶上的琴形以法术遮挡 隐隐能够看到高台之上 有着一道模糊的身影出现在那 双手抚琴 随后开始弹奏 琴音响起的刹那 琴楼便陷入了绝对的安静之中 这琴音空灵纯粹 意境极强 可见弹奏之人在琴道上的造诣必然是非常深 但随着琴音渐渐进入状态 诸人像是也跟随着琴音的意境 被完全带入其中 感悟琴音的意境 感悟弹奏之人的心境 渐渐的 琴楼中雷鸣震震 竟有恐怖雷霆意象 那股琴音的意境 也在不断的升华 当琴音停止之时 琴楼依旧处在绝对的安静之中 大师之作 有人称赞道 确实精湛 这不过是低阶的琴音法术 有何特别之处 此时 阁楼第三层的雅间中 传来一道质疑声 那里 坐着一行身影 不过外面的人看不见 说话之人是一位青年 气质出众 身旁还有强大的人物 护卫在身边 此人乃是西山龙家的人 他不懂琴音 但他能够感受到 琴音法术的威力 虽然意境非常不错 但只是天位层次的 琴音法术而已 不知道为何敢称名区 今日他来琴房 是想要寻得 真正的名琴或者名曲的 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今天是岁末 同样是西山龙家小公主的 十四岁生日 他想着要准备好一份礼物 龙家的小公主 善琴 是未来的玉龙法师 今日西院的晚宴 家族中怕是不少人都会准备礼物 他想要和其他人不同 第四百四十章天价 龙炎不懂琴曲 所以他出言询问 若是寻常的琴曲当作礼物送出去 岂不是一笑大方 王侯吉的法术在天位进强者手中释放 那是什么级别呢 有一道苍老的声音传出 来自二楼的雅间中 龙炎笑着点头 道明白了 琴曲不凡 但受弹奏者实力所限 此曲名为风华 乃是他人自创之曲 若是诸位拍到手 或可成为极少懂得此曲之人 老人含笑开口道 厉害的琴音法术和其他法师 以及武道功法是一样的 自然不可能随意外传给他人 因而功法法术时常用来交易 琴曲也一样可以 好了 拍卖规则是以物相换 诸位可以报价了 老者又道 目光望向琴楼诸人 叶福天坐在法阵背后 安静地看着这一切 在他面前的法阵是透明的 透过法阵 他可以清晰地看到琴楼的一切 琴楼中的人却看不见他 这是一种水属性的法术 下等攻击王侯法器一见 有人开架 以法器为代价交易 是最为常见的 叶福天听到这报价略有些失望 此曲 紧紧直下等王侯法器吗 看看后眠之人的报价吧 三剑下等王侯法器 又有人开架到 琴楼中人不少人竞价 但因为这少琴曲来历不明 虽说是自创 但创造琴曲的人不知是何人 而且紧紧绽放了天位级的威力 谁也不知道到手之后会如何 因此大多数人的报价 都是略显谨慎的 当然如若此曲是出自一位名家之手 那便不一样了 价格能够直接飙升 过了片刻 琴曲的报价已经上升至两件中等法器了 这已经算是颇高的价格 意味着来到琴楼的人 多少还是识货的 否则不会为了一首天位之人弹奏的琴曲出这样的报价 对于这样的报价 叶福天还是略显失望 主持拍卖的老者正是之前听他弹奏的老人 此刻脸上正露出淡淡的笑容 若是没有合适的报价 他会买下来 三件中等王侯法器 此时 三层雅间 龙年懒散的声音传出 虽然他不懂 但既然有人竞价 那么他先买下来再说 龙年报价之下 琴楼不少人沉默 却听此时 二楼雅间一道苍老的声音传出 一件上等王侯法器 上等王侯法器 不少人瞳孔微微收缩 一手之听过一遍的未知情取 这报价 已经算是很高了 两件 同样是二楼雅间 又有一道竞价声音传出 三件 依旧有人加价 使得琴楼大厅中的人目光露出一抹一色 莫非 是他们这些人不识惑 如今 二楼雅间的人 纷纷出手加价 一套七属性王侯法器 攻防一体 令加十张下等王侯级别的法令 五张中等王侯级别法令 三张上等王侯级别法令 此时 同样是第三层的雅间 一道温柔清脆的声音缓缓传出 顿时 整座琴楼变得格外的安静 这价格 琴楼没了声音 这种报价 贤者之下 几乎很难有人竞价了 或者是顶级豪门势力的人 才能够出手如此阔绰 而听那声音 温婉动听 清脆柔美 声音的主人应该很年轻 很显然 可能是初次顶级豪门世家的千金 即便是叶福天听到这报价 也忍不住心跳了下 虽然他自己心里清楚词曲不凡 但他没有名气 又是以天位境界来弹奏 有这样的报价 堪称是天价了 他抬头 目光落在三层一处雅间 然而正如对方看不见他一样 他也看不清雅间中的场景 也不知道是谁直接将报价提升到了这等地步 还有人竞价吗 老者开口问道 无人回应 老者笑了笑道 既然如此 此次拍卖到此为止 雅间中 龙岩的目光望向对面的一处雅间 开口问道 在下西山龙家龙岩 请问小姐是何人 能够开出此架之人 并也是身份不凡 可以接触下 若是那琴曲真的值得此架 是否要从对方手中买下 没有人回应 在那尖雅间中 此刻有着一张绝美的容颜 正望向叶福天所在的方向 不知道是何人拍卖此去 走吧 一道轻柔的声音传出 他转身出去 准备交易曲谱 叶福天也同样起身离开了 一段时间以后 秦房外 叶福天他们的身影出现在街道上 走 叶福天抬起脚步离开这边 之前隐秘身份是为了低调 而如今反而更不能暴露了 拍卖得到的宝物 足以引起他人的杀念了 此时他也有些好奇 究竟是谁拍卖得到了曲谱 而且此人 竟然连龙颜的面子都不给 继续在清云街逛了一段时间 叶福天便回了仙格 毕竟他今天还答应了某丫头要去陪他 然而 叶福天刚回到仙格 便听到禀报 有人在等他 而且 似乎是身份极为不凡的人 瑶池 狼桥阁楼内 一道身影坐在那 身后有不少强者跟随 此人非常年轻 目光打亮着走进来的叶福天 叶福天 今年开口问道 阁下是 叶福天问道 我来自西山 对方轻笑了下 叶福天眼眸中露出一抹古怪的神色 对方的声音 他听过 就在不久前秦房中 雅间中 有一道声音自称是龙家龙颜 对方先一步来到了仙格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有事吗 叶福天问道 而他事实上已经猜测到了对方可能的目的 他去秦房 也正是此原因 仙格 是以西山龙家的资源所买下的 果然 龙颜看向叶福天直接开口道 灵儿妹妹他还小 不懂事 虽说对于西山龙家而言 一座仙格也算不了什么 但如此莫名其妙的赠语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 叶福天笑着摇头 龙颜笑了笑 手指敲击着桌子 继续道 那我便说得更明白一些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哄骗了灵儿 这次的赠语 西山龙家收回 不过 我们也不希望灵儿为难 因此 你依旧可以继续打理仙格 但仙格的九成收益 需要上缴西山龙家 我来带为收脚 剩下的一成 足够你挥霍了 龙颜的笑容很自信 他听闻叶福天只是一介秦童 天位境界 这样的身份地位 能够有先格的一成收益 对他而言 应该足以让他感恩戴德了 叶福天应该明白 拒绝的话 很可能变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的条件 叶福天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叶福天看着自信满满的龙颜 从龙颜的话中 他听出了不少含义 他要交出先格九成利益 同时 这件事自然是要瞒着灵儿的 而且 由他龙颜来接受那九成利益 至于这究竟是西山龙家的意思 还是龙颜自己的意思 或者是小部分人的意思 便不得而知了 不过 这都不重要 龙颜出现时的态度 他便隐隐感觉到了迟早会发生点什么 怎么 这还需要考虑吗 龙颜皱了皱眉问道 似乎有意给叶福天压力 先格一成的利益 你应该清楚有多少 嗯 叶福天轻轻点头 你的意思 我明白了 然后呢 龙颜问道 今晚 你便会知道我的答复了 叶福天道 好 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明天我会再来一趟 龙颜说着 便起身带人直接离开 走出了阁楼 叶福天看着他的背影 笑着摇了摇头 真是没有耐心啊 他话都没有说完 明天根本不需要再来一趟了 果然 拿人手短啊 叶福天自嘲的笑了笑 手中仙格古令出现 扔向空中 随后又落在他的手里 圣天城 西院 在这岁末之日 西院格外的热闹 不少龙家的人刻意从西山赶来这里 以往西院的安静被打破来 对于西山龙家而言 今日不仅仅是岁末 同样是西山龙家小公主的生日 龙家家主让龙领儿前来西院修行 准备入星辰学院 便没打算大张旗鼓为他庆祝此次的生日 大多数西山龙家的族人依旧还留在西山度过岁末 然而 龙家个脉之人 大多都派了七年一辈的人前来为龙领儿庆祝生日 这是一种态度 傲晚时分 西院中大摆宴席 此时 虚空中有真龙拉脸而来 在年车之上坐着一道极为美丽的身影 这是一位美妇人 她看起来三十左右 肌肤如雪 如少女一般 她容颜出众 身上透着知性美感 她随意地坐在那 便给人一种尊贵的气质美感 夫人到了 西院中 不少人看向虚空中到来的身影 看来这次夫人来为小姐庆祝祖 家主留在西山那边不会来了 这几年来 家主对小姐是越来越严厉了 龙脸降落在地 美妇人从中走下 龙灵儿看到她轻声喊道 娘 她声音略显有些低落 显然知道自己的父亲不会来为自己庆生了 女性能 这次不断地 尊贝